是食鹽水 你一開始是先把那個腎液都洗掉 先把它先吸乾 先用紗布吸乾嘛 對,那是因為剛剛很水 所以我現在先直接用食鹽水 然後再把它壓,用乾的 用滾的,不要用摩擦的方式 你先滾過去就滾回那個槍口嗎 不要重複 你就從內而外 旋轉的方式從內而外 你看,你外面的細菱水不會跑到傷口裡面 上骨是一邊 好,上骨是一邊 然後我們可以上一點消炎藥膏 待會會開給你 上一點消炎藥膏 然後我們蓋一塊石拉沙布 這是石拉沙布 蓋上去之後呢 我們再用沙布把它蓋起來 然後再把它貼起來 這個石拉沙布 待會你們可以去外面藥區買 這個石拉沙布 等一下借我拿那個 欸! 石拉沙布 我們有外盒可以給你拍 對 那老年人皮膚比較脆弱啊 那個膠帶外面有賣比較好 你可以買那個 有一個是 比較簡敏的膠帶 對 那是 就跟他說簡敏膠帶 簡敏膠帶 OK 比較不會那麼刺激 稍微蓋住就好了 不用貼太緊 不用整個都封了 試試 那什麼時候需要 我們建議其實 有在剩衣的過程當中 每天最好都要換一次 有剩衣的過程每天都要換 那除非你要用人工皮 除非那個傷口的基因性都乾 比較相對比較乾 剩衣比較少的時候 你如果用人工皮 知道人工皮 因為他剛才剩衣太多 沒有辦法用 所以這是 剩衣褲的入創大嗎 不大 大也是小小的 他入創要注意要多翻身 要多讓他活動 那他入創要怎麼看 我把它 我讓他 就像 像起來 那入創我就不照了 好 好